當社會都將焦點放在COVID-19放在的當時 其實目前10月1號開始就是煮流感疫苗 所以議員集聯町特別關心今年變了3600多萬 所以5月50萬多少的數量到底還不夠 好有危險局千萬不同因此所謂流感 那是當北斗危險 可是你這樣50萬劑可是你到今年8月已經打了51萬劑 那不夠的怎麼辦 跟議員報告那應該他那51萬那是前期的 那是就是109年度的因為他可以打到今年 那我們50萬劑是從現在開始的50萬劑 所以我們現在手上還有50萬7500劑 所以從10月1號開始打 我們還有50萬7500劑可以打 所以你們有持續去宣導說有打COVID-19疫苗 我們流感也是要打 是那我們會把它湊開時間我們會安排好 要距離7天以上 經過微信局統計 今年今次通報流感病化檔前有4例 比較近1例 並沒有新型A型流感通報 微信局載出體制品中 自COVID-19疫苗跟流感疫苗要鼓勵7天以上 而且自流感的涵蓋率 才有爆擊25以上就全體變業了 今年今次5個中超過爆擊27 但是新聞官及林庚蔡公佈的 要是這個下班文化的 那是這個下班文化是